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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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在中国大陆 以及在世界各地 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对 包括在海外 那么海外的 包括海外的华人 不管他是来自香港 来自台湾 还是来自大陆 不管他是新移民 还是老移民 不管他们在政治上 有分属于不同的派别 但是在支持同情 八九民运 反对六四屠杀这一点 都站到了一起 所以八九民运 这件事 也显示了华人空前的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团结 今天我们纪念六四 也就是要缅怀 也就是不仅要缅怀当年 为现身的这些英烈 同时也是回顾 重新呼唤 我们当年的英勇抗争的精神 坚定我们进一步抗争的信念 六四过去整整二十七年了 那有人不少人说 六四离中国已经很远了 离今天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这话完全不对 时间只能使邪恶争执 随着岁月的流逝 六四的罪恶 以及它造成的严重恶果 越来越得到展现 不错 你从表面上看 今天的中国经济上很繁荣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中国的所谓经济繁荣 所谓中国奇迹 是建立在最大的不公不义的基础之上 正是借助于六四屠杀的威慑效应 中国的经济改革 在六四之后就走上了歧路 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 由这种权贵私有化所造成的经济发展 由于它是对国人正义感的工人的践踏 当然中共正是当了这种六四屠杀的威慑效应 以及它所谓第一人权优势 在一段时间之内 经济上取得了相当惊人的发展 以至于到今天我们看到 它不但是对中国 而且对整个世界的自由民主 都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威胁 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要讲 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 也改变了世界 回想27年前 自由民主力量取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 当时的专制力量已经是奄奄一息 可是我们看到在27年之后 整个世界形势居然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曾经奄奄一息的专制力量 反而似乎变得更加强大 而民主世界相比之下 倒有所下降 这些游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警惕 我们在这里开会 不但是要回顾八九命运 回顾六四屠杀 同时也要唤起国人 唤起国际社会 对中国问题 对中国人权问题的高度关注 我们必须让大家明白 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也是世界的问题 也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我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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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